我们对自己究竟有多少知识呢 我可以先考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你身上有多少块骨骼吗 我们有多少块骨骼 把我们拼接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肯定不是一根骨头 我们也不是六根 是吧 一根两根 也不是 我们有很多块骨骼 有多少块骨骼呢 206块 很多人知道这个知识 说这算什么知识 这不就是一生活小常识吗 对 就是一生活小常识 那么这常识下还有一常识 我可以问问你 我们一个成年人有206块骨骼 那我问你一下 婴儿刚生出来的时候有多少块骨骼呢 这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出来的 我相信在这个 看我们这节目的观众里 九成以上的人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 你们说那婴儿的骨骼不是跟成人差不多吗 完全的不一样 比你想象的多 它能多多少块呢 我在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我想它也就多几块了不地了 当我知道这个知识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惊奇 婴儿比我们成年人多99块骨头 婴儿有305块骨骼 随着它年龄的不断的增长 慢慢慢慢骨骼就闭合了 我们为什么要说骨骼呢 因为今天老有一个词 我原来没注意 后来老听人说 说你骨骼惊奇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说这是源自于功夫那个电影 功夫的电影里其中有一段说 少年我看你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 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 我这儿有一本秘籍 叫如来神掌 鉴于你有缘 就10块钱卖你了 我怎么要咚了一声 我们这猫老不老实 这个不停地打搅我 它咚了一声 跳到我的怀里去了 它也是骨骼惊奇 猫确实是骨骼惊奇 猫比我们人能斤折腾超过10万倍 所以功夫这个段子 它实际上是把骨骼惊奇 误为骨骼惊奇了 我们今天也不去追究它 它骨骼惊奇就骨骼惊奇 骨骼惊奇就骨骼惊奇 就是我们要注重自己的骨骼 我们关于人的像大致分两种 一种叫骨像 一种叫脾像 脾像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手像 看见没有 手像 面像 这都属于脾像 骨像是看你的框架 那么对于骨像来说呢 一般人都说 这人有风骨 我们过去说 魏晋风骨 魏晋时期 那些文人士大夫 都有自个儿的风骨 不入俗流 今天呢 就说这人有气质 有气场 说得很直白呢 就说这人呢 有骨骼 那么我们从美学上讲 这个骨骼呢 确实很重要 但是人的骨骼 没有动物的好看 你不信你去 这个自然博物馆去看 你到美国去 到华盛顿 一定要去看美国的自然博物馆 那有大量的动物的骨骼 比如恐龙骨骼 它的流线型 和它的这种变化 优美至极 但人的这个骨骼就不好看 你到医院里一看 那挂着一副人的骨骼 前挺后绝的 尤其这个重心 你看那个人 骨骼特难看 为什么呢 是因为人是 按着四个爪着地 设计好了 你非得站起来 没有一个动物 是由我们这个历程的 我们实际上是 这地球的一怪胎 人动物都长得好好的 你到非洲去看 这个非洲五吧 你看啊 大象 狮子 野牛 犀牛 猎豹 这个各有各美 它动物的体态 你看那猎豹在那一呆 坐有坐像 站有站像 奔跑起来那种流线型 人就不行 人因为射 你看那个星星走道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朝地 是这样的 但人的胳膊不够长 因为在进化过程中 太长了没用了 所以越来越短 人的胳膊 就是前肢 不是前肢 上肢 前肢是动物 上肢比下肢明显的短 所以人就靠两腿跑 人要保持自己的平衡 就使劲用肌肉拽着 所以你看人的骨骼 一点都不好看 你看看这人长得好看 是为什么好看呢 他一定骨骼好看 你看那个西方人 脸上轮廓清晰 所以有雕塑感 你看我们亚洲眼园里 像金城武这样的 就属于好看的吧 对吧 为什么好看呢 就是他的骨骼支撑着他 眼窝比较深 是吧 这个眉骨隆起 鼻子高 鼻子挺直 我们亚洲人的 整个的骨骼都比较柔和 跟欧洲人比较起来 就差这么一个 就差这么一个等级 骨骼 我们刚才说骨相 那么皮相是包括皮和肌肉 这个肌肉就更有意思了 我们真的不是每个人 都特别了解我们自己的肌肉的 肌肉有两种 一种叫随意肌 一种叫不随意肌 或者叫非随意肌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我胳膊上这肌肉 我腿上这肌肉叫随意肌 我想让它抬 它就抬起来了 我想让它踢 它就踢出去了 如果我想让它抬 抬不起来 我想踢 踢不出去 我就病了 那么人体有多少肌肉呢 对我估计谁都说不出来 你不查 你就肯定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现查的 人体有639块肌肉 从结构上分 我们刚才讲了肌肉分随意肌和不随意肌 它的专业术语能分得很清楚 比如叫骨骼肌 你很容易理解什么叫骨骼肌 附着在骨骼上 能让你自由运动的 这都属于骨骼肌 再有一种叫平滑肌 还有一个叫心肌 心肌 跟心肌表是两回事 你记住了 骨骼肌 是我们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的 这个肌肉的类型 你当你健身的时候 你练的全是骨骼肌 其他地方你练不着 是吧 你天天锻炼健身房 你把你身子弄得咯哩咯哒的 这全是骨骼肌 那么骨骼肌分布在哪呢 头部也有 这个颈部脖子都有 躯干四肢 主要是四肢 显得非常有力 迅速能够收缩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它特别容易疲劳 疲劳油特难过 酸的 那么在我们的主神经系统下 这个骨骼肌它收缩 它就产生了运动 就产生了人的运动 这运动就带动了你的骨骼 你看我们一个手 这里都有多少个骨骼 大概二来个的 它全部听你的指挥 当然有人指挥的好 有人指挥不好 可以把每一块骨骼肌 视为一个器官 因为它是可以 有功能的 剩下的就是平滑肌 平滑肌它跟骨骼肌 完全是两个概念 首先这平滑肌 它不听你的意志 什么叫平滑肌呢 我们的胃 我们的肠中的肌肉 它每天都在执行任务 但是它不听你控制 比如它去 你吃下东西 它到时间了 它就开始替你消化 平滑肌能够长时间的拉紧 维持张力 但你的骨骼肌就不行 肌肉呢 它不随你的意志 但是它可以收缩 所以它替你完成很多 你不能察觉到的功能 那么再有就是心肌 心肌很有意思 它为什么科学把它分开呢 它就是因为它功能不一样 心肌和平滑肌 两个都属于不随意肌 它不能随你的意志收缩 所以你的心脏停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你没有办法通过意志 让它心脏重新跳起来 那么它心脏的肌肉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它的耐力 从你生下来的第一天起 如果你活一百岁 这一百年来 它就不停地工作 这是它的耐力 那么心脏呢 由于它有极强的耐力 它就非常的坚固 它既可以像平滑肌那样延伸 也可以像骨骼 这个骨骼肌那样收缩 心脏是不得癌的 对吧 我们生活中没有听说过 身边哪个人得了心脏癌 但是心肌是可以发炎的 心肌发炎很可怕 感冒就可以引起心肌炎 心肌炎一定要重视 要不然就可能会影响 就危机你的生命 我们身上三大块肌肉 骨骼肌 平滑肌 心肌 一类 骨骼肌是随意的 一类 平滑肌 心脏 心肌都是不随意的 它不听你的指挥 人类 我们今天都已经 很了解我们自身的 基本情况了 我们生活中 老说这人 有心病 是吧 其实这话真没毛病 每个人都有心病 什么叫心病呢 连他都有 你看马嘟嘟 天天的心病 就是老想称老大 结果老称不称 肉大身沉 打仗打不赢人家 他就落下一块心病 这个心脏其实 不爱得病 除了我们刚才说 得心肌炎 他不太爱得病 你看他不得癌 一说心脏病 心脏病 严格意义上讲 心脏病都不叫心脏病 叫心血管病 你到医院去 他肯定告诉你心血管病 就是你血管出问题 你的血液出问题 那么 这个 有心病的不用说 这个文学形象 心病最重的就是林黛玉 天天惦记着心里那点事 这个我 前几天一个聚会 碰见张国立导演 我们俩也认识三十年了 那天聊天呢 他就说 现在拍戏拍得特累心 我特能理解 我也特累心 随着年龄增长 第一 责任感强 第二呢 觉得这个 未来的日子没那么多 所以就必须做事认真 做事一认真就累心 他年轻的时候就 哎 差不多就得了 反正我这事就就我自个儿的事过去拉倒了 所以一累心呢 就觉得这就有心病 现在所以要吃一些所谓的保心的药啊 对于岁数大的确实很重要 年轻不需要啊 人在我在六十岁以下什么药都不吃 真不吃 也不想吃 觉得哪儿都够用 突然有一天你觉得你这个心不够用 为什么不够用呢 就是 就事多 觉得自个儿老惦记着 人心宽比较好 我们心不够宽 有责任感 就心不宽 你比如说我有一阵子去问医生啊 我说我这个 就是有时候觉得这个心脏不舒服 那他说就是压力大 我说我还真没压力 他说怎么没压力 就有压力 我说我真的 我什么事都看得开 没什么压力 他说你有责任心吗 我说有 他说责任心就是压力 哦我就明白了 就是因为你做事情要有责任心 你想把一个事情做好 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压力 那当然我们走到这个社会上啊 就必须要有责任心 责任心是我认为 一个人能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如果你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不管是领导交给你的任务 还是朋友委托你的事 还是你自己想做的事 你没有责任心 这个事情一定做不好 所以责任心呢 我觉得就如果说这是压力 我就愿意承担这个压力 你比如我们心脏啊 心脏为什么有这么大压力 因为心脏本身压力就大 它有收缩压 舒张压 对不对 我们说血压就是俗称高压低压 收缩压为高压 舒张压为低压 是吧 血液呢 我们有这个静脉血管 有动脉血管 动脉血管 你可不能碰破了它 碰破它 就人差不多快没命了 所以你看医生 做外科手术 尤其腹腔手术 他为什么带护目镜呢 就是一旦万一把这个血管碰破 那手术刀飞一块 那血马上刺他一脸 所以他必须有机会 去擦拭和抢救 我们这个过去听的这个 民间故事斗鹅渊 斗鹅渊当时因为被冤杀 就许下三个大事 第一叫血见白炼 第二叫六月飞雪 第三是大汉三年 这个所以斗鹅被冤杀的时候 这个血就喷出去 全都喷到所谓白脸 就是白色的丝绸之上 这个事一点都不瞎说 血在血压下 血在血压下能喷出 这个据说能喷出三十英尺 过去我小时候啊 特爱这个在医院里啊 通过关系去看这个动手术 我那时候都觉得 就是外科手术太神奇了 人怎么能够打开这些器官 该摘的摘 该缝的缝 该切的切 最后这人还能好好的活下来 所以我特喜欢这事 特喜欢看 那么我看过一个 这个美国的一个科教片 他就讲了怎么抢教这个病人 这个人受伤了 腹腔全是血 进入到抢教室的时候 血压是零 然后呢 马上破腹探查 探查的时候呢 这个医生呢 就伸手就在他的 这个腹腔的鲜血里一摸 然后一把就 就一下就摁住了他的 这个主动脉上的一个 伤口 咽住血压就上来了 然后他的台词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这个 说 使这个死者啊 这个死而复生的 并不是什么 这个先进的科技 只是这医生的 丰富的经验和他的实质 所以当时这句话 给我印象很深 一个人的丰富的经验 极为的这个反应敏捷 和他有责任感 这种责任在过去 都是医生本身的 医生是赋予他 作为抢救医生 无限的责任 他没有后面可追究的事情 我亲眼看见过 我小时候 因为我住在医院里嘛 医院一有抢救病人来 那时候抢救室 在一层 我们就绕到后面 扒着窗户去看人家 怎么抢救 我看了个医生啊 我记得我们医院后面是那个河道 夏天老有人游泳 老有人淹死 把那个淹着的人拉过来 上这个手术台 医生啊 二话不说 拿一剪 咔哗就把那个游泳衣豁开 我第一反应就说 哎呦那衣服挺好 怎么不给脱下来 干嘛给剪开啊 因为时间非常重要 然后做心脏按摩 打强心针 医生他就是在他的职能范围内 想尽一切办法 他不需要跟病人商量 他也不需要跟病人家属商量 他也不需要跟这个社会商量 他只要尽他的职责就可以了 但我们今天的社会 已经不是这个状态了 所以要让医生摘出责任来 只有给医生无限的一个权利 所以人体呢 实际上是一种 这个非常非常脆弱的 人体是非常脆弱的 人一生中会遇到各种问题 我们尽管有强健的骨骼 我们有力的肌肉 我们还有一身皮肤 我们还有聪明的大脑 我们说到这么多 实际上都在说我们的大脑的问题 文化与道德都是大脑支配的 所以我们老说 你这个大脑里有水 大脑里有水怎么了 我先告诉你 谁大脑里都是水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十都是水 你脑子里没水 你就完了 我们今儿就说到这 你看我一人就有问题吧 我一人嘚不嘚嘚不嘚 嘚不嘚这把这文物的这事给忘了 也没人提醒我 那我现在也依然可以让你看 这里是一什么 这件东西看着有点大 有点大 那我讲了半篇人 讲了从骨骼到肌肉 那显然应该有一人出来 从来 这是一树上 这是一寿山石雕 这树上什么时候的呢 乾隆时期的石雕 它现在上面身上的石头 都有点酥了 是因为这个石头是有石性的 这跟人一样 你看人的骨骼吧 年轻如结实 到老了以后也会酥了 石头时间久了 也会酥了 这是一个18世纪 大概是乾隆早期的 一个书生的形象 我们在当时的这个文物中 都能看到这种形象 你在瓷器的绘画当中 瓷雕当中也能看到 这只不过这是寿山石的 它的这个服装中呢 有大量的雕绘的文饰 有文饰 背面也有很漂亮 你可以看看背面 你看这腰身 这骨骼 这才叫骨骼惊奇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跟妹妹说 他说妹妹 你不该这样 你该跟我走 每个男的都这么说 千万别信 你看这个雕刻 这是整个雕刻出来的 这个碎碎 这个碎碎 在这个 《红楼梦》里 有大量的这类的描写 非常精致 这个绳纹都是雕出来的 我们想想 二三百年前的书生 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都要穿这样一件衣服 不像我们现在 衣服越来越简单 一衬衣 一裤子 中间一皮带一系 完事 让它静静地 再躺回盒子里 我们下期见了 大家好 我是天香 那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以后的节目中 大家终于再也不用 看到我打断 马爷说话了 我也终于可以 跟大家一起 从头到尾 认认真真地 听马爷讲故事了 但是呢 大家以后还是可以 在《官父帽》 这个环节里看到我 那《官父帽》 就是我们把 马爷从天南地北 淘到的好东西 还有马爷生活中 他自己喜欢用到的 小物件呢 都拿在里面 大家可以 也把它带回家 拥有马爷同款 那今天呢 我们的《官父帽》 要先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小杯子啊 可能眼前的观众早就看到它了 因为马先生在节目里呢 一直用的就是它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杯子 我就特想问马先生一个问题 说您这是一个茶杯呢 还是一个盖碗呢 那其实这是一个主人杯吧 我们说它一杯一盏嘛 那家里来客人的话呢 主人用独属于自己的 这样一个品名杯 和客人不一样 那这一下这个 X哥不就上来了吗 那我自己是给它 起了一个名叫 五福四海 您看这儿有五只蝙蝠 还有这个四片海 那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 蝙蝠可以说 一直是好运的象征 因为它和这个福气的福 是谐音嘛 那我们常说五福临门 所以在清明时期 尤其是清代啊 就常见这种五只蝙蝠的图案 像什么五福盘啊 那它一定得是五只 不能是四只 那说到这个五福 它到底是哪五福呢 其实上书中就早有记载 这五福呢 一是长寿 二是富贵 三是康宁 我理解就是不仅身体要健康 而且内心呢 还得安宁 四叫优好德 就是您的心性得仁慈 要有好的品德 最后一个叫烤忠命 也就是说 最终能够安详的离世 那这五福啊 都有其实是挺难的 尤其是最后这烤忠命 您富贵一生 最后呢 还得有一个好的收场 这个可是不容易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